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它这个五个屏幕是怎么工作的 其实它这五个屏幕的话 是在一台电脑上 是啊 就是这个技术在我们DSR里面也有 只过我们当时用的是 彩幕的比较 就是显示例子比较粗的这样的一个屏幕 而它这边的话是一个高清的屏幕 这是贵吗 以后面也可以贵 应该吧应该吧 好了我们看版选的前五个热门 版掉了四个 然后放出的是维萨吉 对 这是为什么维萨吉上场的概率 在其实现在还是蛮高的 因为其他的几个英雄的话 可能作用更加大 然后这样的话是放出了炼金这个英雄 但是Navi不一定会去用炼金 应该说在前五手的话 充分显示出了一个大赛的 中规中矩的这样一个感觉 前四手版掉都是热门 然后第一手选的也是辅助的 现在的王者 我觉得现在从一个各个各种因素来考虑 来一场蚂蚁 我就是拿了蚂蚁 这首这首看案要不要稳一点 我感觉如果稳一点的话炼金龙鞋 如果不稳的话拿一个稍微飘一点 我觉得能力的一个拿招非常的多 小娜家 看看是小娜家稍微飘了一点 拿了小娜家 这个很稳的 这个拿小娜家主要是为了防小娜家加visage的一个刚三组合 这两个英雄的刚三因为控制和爆发太厉害了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牧师 Oranger正在讨论 Oranger因为组队的时间也非常久了 而且他们也是参加了这个 他们TI1有参加吗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TI2他们瞬间是在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也非常希望自己今年的成绩可以更进一步 是的 因为随着岁月的流史 所有的队员来说 他们可能能打的年限是逐渐的减少的 Oranger's turn to ban 对 拿到了一个先鞠 那是猎数包兵呢 应该是 现在先鞠的话 在我个人感觉 在整个顺势里面的话 最好是前两手就要拿掉 如果要拿的话 最好前两手 10 seconds remaining 如果后面拿的话会比较被动 是吧 就是先是这个音乐一出的时候 如果你的 你比较后面拿 这是Navi的人手房间 我们看到这是Papi Papi身高非常高 1米9几吧 我感觉接近2米的这个感觉 Navi's turn to ban 可以去窝吻他 或者自己站在旁边去比一比 Oranger的鞠上手办人办得很好 就是把那个 这些两队的名称房间都在激烈地进行着讨论 这边牧师嘴里是不停地在跟自己的队友说 我要拿什么我要拿什么 然后X-Ting是从自己位上走过来了 其他的队友就是基本上听这两位老大在那商量 我花腰的话感觉是 他是一种纯操作性的选手 就是自己管自己管得比较好 然后可能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一些solo员 比如说像送他名称 你给我个啥我就用 债术分析你们说 我可以用到管我自己管得非常的好 然后敦哥的话就是 这盘是给我小强哥的 我会给你一点意见 就等小强好一点还是S-Ting X-Ting 这边小鹿跟陈都是被扔掉了 好 搬了小鹿陈 对面是白安乐士魂鬼和杀王 然后在第二轮的第一手选人里面 我们看到Navi是选择了龙骑士 还是拿了龙骑士 因为拿蚂蚁的话 中端位上如果不选carry的话 选那种选二号位 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稳 所以我说在中端位置上 要不要拿一个龙骑士 而且蚂蚁列士路然后优势路面 这样的话 两回都会稳稳 我觉得他们在第二手选 就可以靠这场 他第二手是会破坏对方的阵容 他就是可能怕小拿家和维卡集组合起来 小拿家和Viser就会在打蚂蚁的时候 也就这样好打 然后就是一个招呼发 一个我一直看的时候也有说 冬哥 冬哥要先去用小小敦了 冬哥说这盘SK刺上去就得死 所以有个小强好了 对面自己比较多 那是两个 刚刚那两个立场一比较算 你有看到Navi把冬哥的SK比较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小强还 要厉害是吗 不是在这盘里面应该更好用一点吧 因为这盘的话 如果是跟VisernaSK 这个阵容好像SK比较难 就是小强的话也是 爆发稍微多一点 对就是不容易死嘛 然后可以输出多一点性 你觉得跟那个D有关 好 现在的话第四手 现在是轮到那位来男人 就是 这位选手是我们现在观察到 在这个DOTAR的比赛里面 对线能力非常犀利的一位选手 补刀机器 这个可以跟430比较之下的 他就是 他这个补刀机器的话 其实跟 我还真想看他跟430solo 但是说起solo的话 这次solo大赛 大家所喜欢的 比如说430 Dandy Mu都没有进入到最后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是 牧师和三冰 对啊 KW2Y也没有打solo 是牧师打的 如果还好牧师打到决赛 还算争取呢 对啊 对啊 而且我感觉 牧师在决赛里面看到了一个 他特别想看到的一手 就是 而且Ice的话 Ice玩套路 在最后终端的时候 还很难以一套 好 来看BC面板 这边的话 那位第四手是拿了这个 Danny Danny 这也是非常好科技 Carrie的一个一手 现在的话也是 Orig这边 因为没有拿到自己的一个盒 最后一手 你为什么要办他们的 最后他们就能够一些Carrie的 担飞机吧 我觉得这首应该要去担飞机 10 seconds 对 因为这首的话如果 Cash Orange 就是这个选完以后 我相信阿Lex 就担飞机 那我觉得Orig这首 可以担飞机拿掉 如果是烈士路缸三的话 这首必拿飞机 但是Carrie 这首席的就是我们的 著名的蹲哥 经常是埋伏在一个树林的深处 我们记得他应该有一两个 不止一两个 他应该有很多镜头 就是上了我们那个DSL 排号 就是 排号榜 精彩的Top5 是 有他各种蹲的镜头 也有他那个抢肉衫 然后 他大招的 刚才其实不是 欧亥云和牧师也提到了 这是 他会比斯大 哇 潮汐 拿了 哪一行 潮汐啊 潮汐啊 我想一想 就是 为什么现在想这首 中单潮汐吗 对 这个应该是中单潮汐了吧 是这个 三路 三路 三路核心吗 反而不孝 现在缺少中单在你中 潮汐可以打中啊 这个潮汐打中的话 有点 有点不合适 对龙奇对不过嘛 不光是说对龙奇对不过 就是 打龙奇 如果是VG的话还可以 但是要考虑到游走 这个潮汐比较容易死 然后如果对面换路的话 哦 最后一首 美娱们 睡剑鼓河啊 是谁 那小狗克最后一段时间 是出现的比较多 就是多少年前 我们就已经知道的 一个经典的配合 睡剑 好复活啊 哪位的 哪位的这个分路就比较明显 哪位的这个分路的话 就是稳定的一个 三人 三人路 然后有一个 蚂蚁和龙奇的两个solo 就是比较明显的分路 哪位的阵容 而二人街的话 这边的话 应该是 三人路 三人路 应该是在放在优势路 总之他现在应该还是缺一首盒 但是刚才飞机已经是被烦掉了 然后 现在剩下的就是比较 中前期能够干架的这个盒 好像已经不多了 从目前的这个选择上来讲 哪位的阵容 如果前期达成军事优势 中期都比较好发力 而二人街的话 这个阵容 中期 其实有点难 得看潮汐和这个小强的等级 这两个英雄比较难 比较难拿到很高的等级 因为他这一手必须拿一个 速度能力比较长的一个carry 但是黑鸟又没了 好的 10 seconds 你看这个转过去以后 不拿飞机 就被绑掉了 就被绑掉了 这边大家在看比赛同时 可以到最后一手练金 大家可以登陆到 bbs.gamemf1.cn 这边冷冷也会念出大家的帖子 从我们现场的这些DOTA2的周边 我们也会带给大家 那这个帖子的地址是 bbs.gamef1.cn 并且第一局的话是Nalee Nalee Nalee对上oranger是中国的 中国队的一个比赛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边 力挺Igit 力挺月峰 Nalee跟局质的话 还是看好Nalee 登顶比较好 这边是八神操略 10 seconds 好 这边的话 比赛应该是马上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这边好像重新连接一下 重新连接一下 重新连接一下 那第一场比赛 两边的阵容应该说 都已经是选出来了 那应该说这样的一套阵容 然后是有很多的心意 但是有很多的复古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现在是非常期待 这个第一场比赛 到底会打成怎么样 好 这边的话 比赛已经开始了 来单车这边 给我们这个OB主视角 那我们将会来观看一下 Nalee和oranger 到底谁可以赢一下 今天BO3的第一局 这边是个忍者神归的这个潮汐 我知道了 潮汐好可爱 好 这边有小贴士 这是本次比赛 一个新的系统 他们在职业比赛 有过数字交手 共计无偿比赛 那位只在2011年的ESWC当中 赢过一次 这个数据 居然让他们敢于 再淘汰赛第一轮选 oranger 这个统计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之前觉得可能两个阵 应该是差不多的实力 就是差不多的 这样一个互相的胜负 所以就选友那些 你都不知道 上一次的交手是在这个 Ellenware Cup小组 在那位是被oranger 以2比0击败的 好 这边呢 我们这台机器的网络 好像不是特别的稳定 老克星 就是我这边也有说到 就是Navi这个战队的话 对中国队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对oranger的胜率不是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英文的这边的 解说的一个OB的画面 同时这边单车 在继续的重演一下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一截 直接一剑 两个人让开 这个走位非常的好 回 回头 这应该杀痛苦之源了 痛苦之源应该是要 马上交出一旋 还差一个位 冰下去 漂亮 这样的话 oranger出门拿到一血 现在好像还是可以 进行一个继续的追杀 死灵龙现在这边是 两个能量 马上可以再输出一个C 这个时候 是被卡在了树林里面 连接晕了出去 连接最后的血 被换掉 但是这边的话还可以继续 死灵龙 死灵龙没蓝了吗 死灵龙 没有蓝了 放空了 没有克兰 这样的话两边是打成了一个2 换2 但是是oranger拿到的一血 然后oranger这边的话应该说 他的助攻的钱应该是要稍稍多一点的 我感觉他就是旁边获得助攻钱的人 应该会比较多 是的 我今天看到是 看到一个中二的分路 而且在这个闯大加他没有死掉的话 其实他现在回到线上的时间应该还是 非常的浪费 对比较长 然后看他要不要买一个TP 所以其实他不一定是非常划算 因为他如果没死的话固然是件好事 但是他状态已经残了 如果他状态不残的话就还好 这样回去以后要恢复品也用的差不多 一上来两边打得非常血腥 那这边 蚂蚁是优势路solo 上路通过支援 然后加POM加小娜加 这样的话 那V是小娜加 小娜加做了一个核心 但是 但小娜加他买的是那个 就从出门庄来看 对 他是要打C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买的是穷鬼盾 然后那个 米拉娜他 米拉娜是买的辅助装备 所以他应该 应该是让那个核心 可以看一下分人 现在有点远看不清楚 就是方 是了 方妮打的那个吗 方妮是小娜加吗 我看不太清楚 这样的话下路 甚至是队上蚂蚁的话 如果不用攻击那个战术 好 这边是网住了这个小强 但是被他的一个D进行了一个反晕 晕了一下 差点伤害跳走 最后一点能不能A出来 还有多少CD 大药克了起来 差点CD吃了个大药应该死不了 然后想大家从另外一边绕走 还有晕吗 这边晕的话 射了一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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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 看能不能A出来 C一下死铃龙 有没有C死铃龙 杀掉了 漂亮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一波打完以后又是 ORANGE小赚 是的 看来ORANGE果然是在 对着Navi的时候有一些心得 对啊 所以我说这场 一开始就有预感 然后又从各个方向来支持ORANGE 所以现在开始开门 还是比较优势啊 这样Navi的话 上次一个射箭组合 确实没有打出它们 射箭组合的话 就是在等级低的时候 就要建立优势 因为它是这个 低等级技能就可以配合得 比较流畅 然后击杀概率是比较高的 这样一个组合 那这样的话 如果在低等级的时候 你没有占到优势 等级比对方低了以后 那这样对方就不太怕 你的确件组合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冲骨支援 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口 形成一个 就是不良 不良这个叫什么 恶性循环 是的 其实刚三的话这样 对像死灵飞龙这样的一个 真的是比较的难发挥 像是确件组合的话 如果没有比较高的一个爆发的话 好 现在我们的OB 应该是网络 现场的网络是正常了 那我们这边是可以单车自己来 OB这个画面了 现在帕皮知道一个隐身服务 然后到上面来看 能不能够把这个已经烈势的烈势 这里是有一个真眼 有个真眼 真眼 直接杀掉了痛苦支援 能不能反杀这个链金 伤害好像不太够 好像不太够 链金 跳上去两件 加了攻击速度 但是还是把这个 内军A死了 好像现在小娜加的速度 还是比较高 速度了一个D 低了一下 减防 低了一下 一圈子没有穿到小娜加 但是蹲车刚才是用了一个D 然后是把两个英雄都晕了 现在潮汐 潮汐过来 点速了一个 但是他被睡了一下 马上 队友也是A了 队友A他一下 太长了好 是帕皮进行了一个卡位 这样的话是潮汐 过来 没什么用 游向路的一波的话 是让中路龙骑可以有一个 稍微的发育 这样中路龙骑的一个节奏 可能很难阻止 这样是打成了一个4-3的这个成绩 哇 这上来 上来1G 1G 1G 2G 我感觉这把KYXY的潮汐 可能会在后面的比赛 起到很大的作用 是啊 他前置的话补刀比较多 但是等级是被 呃 被影响了一下 因为先知一上来 是在中路帮他点级的 所以他等级会低一点 好 目前的人头我们来看一下 死灵龙三个人头 陈达家两个人头 先知和PoM各一个人头 所以说就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 呃 仔细一想好像orange 情况并不是 没有没有那么的理想 是 因为现在登记的这个等级是 呃 中路龙骑跟下路蚂蚁都 西纯上处于3-3 蚂蚁是对 现在全场补刀第一 龙骑现在是 虽然比蚂蚁要少一点 但是在最终的情况下 现在补刀也是压住这个对面潮汐的 呃 这个 这个 对陈达家还是做辅助来用的 哦 是的 刚才是想找机会来定一下这个潮汐 但是龙骑是没有那个 哎 蓝了 哦 这一件 潮汐是神之所为躲了过去 看了中的两个人也是稍微猥琐了一下 上路后面也是不见了 上路 哎 我现在感觉总体经济应该是 总体经验应该是 哪位领先吧 是 好 还真正是哪位领先 经济的话也是哪位要领先 所以用这个月风大神强说的一句话 现在是 oranger尾优 尾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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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场面上虽然是人头多一个 但是数据上是要落后的 对 因为他们下路是放空的 然后这个 这个 下路是打了比较多的钱 他现在是49个舞蹈 好 这里想要单杀 在他这个先知 只是压走 应该这个选择好像杀不了 但是杀是杀不了 因为先知 点两下剃走 就是更多的消耗你一点 不过这次好像剃回来之后 被下面这个塔也打了不少 还行 好 上路的这个情况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差不多的carry都 进攻性非常的强 上路因为这个剑一旦射中 随时要开战的这个节奏 我觉得就刚才这种情况来说的话 如果让小拿家打合可能效果还真要好 好 这次的比赛 插波哥特是这个七胜一负的蚂蚁的这个战绩 然后每场都有超过十个的人头 所以绝对不能小看了这个插波哥的蚂蚁 对啊 对我说他只能把蚂蚁打的事情很好 上路 对一剑 来 射到了小兵 差点射到了 这边是五个人 Origal快速的很早的抱团的一个速冲 现在常常去的话没让常常去 因为这波龙骑是没有变龙的 龙骑龙的大招看了多久是这样 已经好了 但是中国的状态的话 提率过去应该是不差那个 好 这样的话 上塔 我还有个先知拿到了这个塔前 但确实是伪忧 因为中路的塔马上就要被登地担破了 然后下路的塔应该是压力也蛮大的 所以说 虽然上路先拿了这个Navi 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军事 可能Navi还要稍稍领先一点 但是这两个塔一拿的话 然后可能Navi的这个状态还要更好 现在的话就是Selifan龙跟小强的等次 稍微补一下 现在的话放进去下一步的一个推进 小大家的话 确实是 这边中路是有一个 现在是中下两路 两路都有压力 QXY是有大招的 这个旁边是有两人在蹲啊 他也是想化一下 是啊 这个幻象服务 他是想让对方过来干他 然后他潮起反大队友跟上就可以打一套combo 队友在后面翻谱塔 这个塔翻谱了 你看 翻谱就是一中塔 两边塔的话是一对一 哇 好高端啊 他用这个幻象来点了好几下这个塔 这样的话这个塔是会中毒的 好细腻的一个操作 然后变成蚂蚁的一个攻击 你记不记得他中路是吃了一个幻象服 然后他把两个幻象拉开了一个在中路点塔 一个在下路点塔 这个还真的是如果你不仔细去看的话 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刚刚这个塔我们点过来的时候是差不多满血 然后被打掉了大概有三分三分之二的血 所以不仅仅是差不多的蚂蚁的这个攻击 也有龙骑的这个功劳 对 好 前面打了起来 扣到了Benny 一下还是把这个Ben秀掉了 直接TP 北军 这样的话 列军列军列军 列军要被切死了吗 牧师啊 开出了大招 曹西一个大招 一个C 但是没有反影 没有反影 漂亮 这里面是把蚂蚁收掉了 是谁看到了他 是他自己出来了 曹西在那边等着一下 曹西等的时间非常的好 这个地方又杀掉了 曹西现在非常热 曹西现在非常热 曹西现在很热 但是Ben复活了 一个打三个 但是Ben复活了 他不能再打了 对 他这边是因为 他也是主毛记的一个升典方式 对 对 非常的 哇 刚才 刚才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判断 他站在这里挨去了不动 我还以为他发了一下呆 也没有往任何一个方向走 他是站在原地 等了一个 这个蚂蚁隐身的持续时间 出来以后是一个G点上去非常的快 所以他对蚂蚁的这个位置的预判也是很关键的 他是毛记和G的这个护点 然后是一级的这个外壳 一级的这个被弄 中心非常强的一个传统 是 他刚才他刚才这一下的话也是救了一下炼金啊 他那个大招 是 他现在一个装备路线的话 也是偏团就先跟你抱团 没肯 现在 Navi的优势稍微往回落了一点 是走了一个往下的一个曲线 我们现在看一下中路这个蚂蚁是空到一个双肺幅 你看蚂蚁是先买了一个 他必须要出BKB 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输出 他现在的话就是 情况 情况如果不妙 要来 要打断短的比较多的话 就出BKB 如果情况 非常好的话 就是可以直接出暗面 所以这个道具的话 在 当散剑给蚂蚁用的时候 效果也非常好 加24点多分之力 对 一般来说蚂蚁出BKB 就不会先买这个1000块的斧头了 对 其实现在这样的局势的话 又破了一座下塔 我们不管数据怎么样 在第一场比赛 欧蚁现在气势打得非常的好 他现在就是整个节奏 就是 我不管局面上 数据上 可能比你落后了一点也好 怎么样 但是 没关系 整体的节奏和这个 想掌控局势的这个欲望 是非常非常强的 是 我觉得最有福的是观众 熬一熬到这么久 看到第一场比赛 就是针锋相对的一场较来 是 看这个位置是有一个眼 神龙现在 哇 这里 拉了两组的眼 拉两组的眼 然后在 在对方的野区 进行一个拉眼 然后但是这边的眼 这边眼应该是都看到了 对 这个位置应该是被发现的 比较明显 继续对中路施压 中路这个潮汐危险 潮汐有大 但是对方人太多 加速过来了 肯定会被晕住 看下面下面打了 下面打了 下面打了 没了两下晕了 下面打了 这边是 但没有潮汐参团 参团的这一波 潮汐还在往这边走 这边是先 蚂蚁和小强一挥一 这个团战 应该是炼金和小强 炼金和蚂蚁一挥一 现在这个龙旗怎么处理 是 现在是 不敢跟他们打阵的 一架是两边包叉 潮汐现在觉得 大家技能没有cd的时候 是秒不掉龙旗 所以刚才是没有放技能 刚才是一个一挥一 然后是两边的主c换掉了 对 但是 呃 现在来讲的话 Navi的这个主c 应该要更加值钱一点 因为炼金首先他补得快 然后前期也没有蚂蚁那么肥 炼金的话也是打算要 这个 出引刀 别先手吗 刚才这一下是 你在看什么 我在想看 刚才是什么 连杀还是什么 已经看不到了 已经下翻了 刚是把Mega杀了 进時 啊 欸 诶 看一下 Crokey 是所谓 就是个霓倒下 一路的小娜家 这样的话小娜家被杀掉以后 看能不能对中路塔进行一个威胁 上路两个开窝的人应该 emo Argentina 让南卫知道你们选我的łosine 一直是个错误的 对啊 我感觉 哥在这个国际大赛里打你是4-1 你没有小贴是吧 虽然我们一直看下来局势 然后从数据方面 Orange没有领先多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Orange这边好像厉害一点 他们也是利用潮汐这个等级优势 然后有大我就跟你 好 来看上后这个手塔的人 现在这个抱团的话 潮汐等级比较 还算是比较高 虽然没有龙旗高 但是打起来的话 这个其他推比还是比较怕这个潮汐 现在只能看蚂蚁跟龙旗这两个点了 蚂蚁还是选择出BKB BKB之后的看怎么样来处理 团战的话感觉输出还是稍微有点 爆发是有 但是输出不太多 吃了一个隐身服的龙旗 但是周围没有队友可以尻 所以他也是没有动手 龙旗还是比较肥啊 我们看经济面板吧 天智面板龙旗是5000块 然后蚂蚁5300 潮汐也是非常的富有啊 潮汐5000块 潮汐几个人头 潮汐是2-0-2 可惜他们的信使被杀了 要知道毛鸡的一个 减这个攻击力的一个效果 但是他还是一个出团队这样的潮汐 他先出了这个梅肯 对没有第一时间去做这个 跳刀这样的进攻性的武器 梅肯还是更好的 注意看这个细节啊 每个这个树林里面都朝着普通的方向 是尽量的帮自己帮队友把这个视野看得很清楚 已经引刀了吗 有点快啊 先吃的引刀 他是没有点睛 没有点睛 我以为他点睛会引刀 我感觉太快了 后期的一个承担还是交给燕晴 对 就是点睛的话 可能前期的装备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点睛只有到后期才有作用 又是一个小拿家 小拿家的大招没开出来 一个龙极 怎么感觉在梦游啊 老师走到对方的一个 QXY的选择也是非常正确 因为刚刚交过一波技能 然后其他队友离得又是比较远 然后是选择直接打R3 死灵飞龙这边是有这个勋章 所以打得应该非常快 双减防 就算现在他们过来跟你看 三减防 三减防 还有潮汐 对 潮汐这边的话是满直的直 可以减五点防的 这边潮汐这边的潮汐 秒掉了 节奏好快啊 有R3很快就可以秒掉 这场比赛我不知道R3准备了多久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 这边好像要来抓他们打R3 这个R3 应该需要打团了 这边还有点多 能先把潮汐秒了吗 不能了 这边小强第一开出来 留了一下 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蚂蚁 龙旗的位置非常的好 现在 是 小达家网座 一键射死了练技 然后这边 小达家 小达家被秒掉 大招没开出来 潮汐的大招呢 潮汐开大了 潮汐开大了 秒龙旗 秒龙旗 秒掉了 蚂蚁没来 十二个魔棒吃掉 又留下了一个动物绪 沙蚁 那个吗 达家就打赢了 拥筊买活 过来还要打绿杉 放落一下自己 潮汐回家直接可以 传送出 潮汐应该是中间了 我觉得Navi这场主动的去找他们Rosan打一波真的是不名所义 但是他们如果不打的话这场就输定了 现在打了当然也绝对差不多输定了 但是他们总要拼搏一下他们是Navi 是 其实这个Rosan如果放掉的话 他们这盘就非常非常被动了 打一下的话现在打输了 他们不愿意成为温水煮青蛙的这个对象 他们就是要吃死一搏 但是现在看起来结果是比较糟糕 他们这个队的风格是比较爱拼的 刚才打肉3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到各种细节 死灵龙的小龙的位置 包括这个小强的位置蹲的都是很到位的 在旁边开视野 好来看一下机场面板 现在死灵龙应该是排第一 5-0-4 先知也有5个人头 哇 X10啊 梦幻点数单抢最高纪录 达到9.5分的梦幻点数 当时拿到18个人头 确实 我大概是0.95分 老选手啊 这个 老选手在这种大赛里面发挥出来的选择 确实相当 也希望中国的老选手 比如说老队长也能发挥好 X10广东人吧 虽然现在是 马来西亚吉 对 但他也是 是华人 对 广东人 好 这边的话潮七是梅肯之后 假腿 虽然这场打得也相当灵活 这潮七不打算出跳了好像 没有必要出跳啊 对 他现在打团的话 就是全部抱在一起 是 他们也是团战的时候 这样非常的靠近 他刚才那个打也是憋了很久 一直看到可以打到两个主要的 这个主力的时候 龙奇和蚂蚁一起打 XY对于这个潮湿的技能释放也是相当的稳 来 看树林里 看树林里 刚才一见顺 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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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出了 他被晕到死 两个优兽也做得了 他被秒了 完全被包 这Boss的 小那家一碎 能逃掉几个 还准备要打吗 等你先跑了 他越跑得有点慢 那小那家先跑了 小龙来得太晚了 来不及 小龙如果是抓小那家消失的一瞬间就坐下去是有机会打断的 不用不用 小那家就是 这个 他是免疫的 免疫魔法的小龙 小龙就是一直就是开了小那家开了大招的时候他就过来 他也可以坐他吗 对可以可以 这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小龙来得有一点慢了 刚才这个位置的话 不过抓死蚂蚁也已经非常漂亮了 对抓死蚂蚁的话这个二打 这样这个C有点起不来了 蚂蚁现在什么装备 应该是囊中之我 BKB还没出来吧 蚂蚁的装备看一眼 我现在的心情不知道 蚂蚁的装备看一眼 蚂蚁现在是 BKB出来了 蚂蚁刚没有开出来接死了吗 蚂蚁刚没有开出来接死了吗 对他是被小强先走刺 然后猎心接晕 蚂蚁 然后是直接的一个抽蓝 一个抽蓝和一个C就是死了 没有用手的晕声吗 一剑射中的是死灵龙 但是队友是不敢上的 对 蚂蚁是敌死的一个小龙 重招了 小龙重招了 龙骑是BKB 现在是双BKB 看这波 Navi能不能留下人 应该不敢留 没敢出来留 不敢出来留人了 是个经济线看的 蚂蚁这盘也是把节奏放快 然后引刀 世界纺织者在编织 这个Tips不说还真不知道 他只有10%会选择黑黄 我感觉肯定不止10% 但是这个数据 他说的是路人局 路人局大家都出林肯 他说职业比赛吧 他说职业比赛吗 他说职业比赛 世界级的职业比赛 那还真的是有点意外啊 这个数据 其实现在这个暗灭改动了之后 很多的职业选择的装备路线 都是第一件林肯 第二件暗灭 对 轻锐型非常的强 不过这种游动的话 应该说蚂蚁前期 比较肥的情况下 可能会出 这种逆风的话 PKP肯定还是保证 它是我们的最好的一个道具 是 现在主要是 Oranger的节奏控制的太快了 这个蚂蚁完全没有时间 去出别的道具 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对 因为林肯法球 这个道具在合成出来之前的性价比 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是 2100块钱的这个球的性价比 要说还不错的话 但是那个1700块 只有回复 没有任何属性 打架根本就不能用 对 然后他的那个合成卷轴也非常的贵 我感觉Navi今天第一场上来已经被打懵了 现在如果说Navi调到败者组去的话 真的是 对于中国队伍 对于Oranger自己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还是第一局 然后 我们说这些还是 还太早 还太早 首先这局Navi也还没有交枪呢 是的 我感觉这盘怎么 这不像Oranger 或者说Oranger在你心里 本来没有这么强 这个 对 控制 该什么时候该队 这一箭射到了紫玲 又是紫玲 中枪 但是他将尾非常靠后 没有什么差的关系 唯一不要中枪都是链鸡 好 这是他们拔掉的第四座外塔 又拔掉一个塔 再拔下去的话 小强很快就要出到跳刀了 跳刀 对啊 小强 应该是憋跳的 这盘应该不是出那个绿杖吧 应该是跳刀 好像推推也可以 我感觉跳刀可能更好一点 因为他们这边的话 应该是比较依赖于小强做先手 然后死灵龙和炼金接后手的 然后先知留人 先知和潮汐的话就是看机会 然后 这边的话又开始包团了 Oranger 下路打完之后 各自是收了一下对方眼区 现在马上又是转到中路来 他们是 我们可以从那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位的视角 哪位的视角现在是一个人都看不到 你要知道这上路 上路中路这个心里面得有多 他们现在最担心是对方 在自己的野外商店附近这里转悠 对 现在他们的这个视角 完全找不到 Oranger的人 只能看到一个中路的这个 中路这个人 肯定是有人在蹲的 心里肯定知道 这是知道的 小龙在树林上方在等着 对 其实他们现在的意图就是Oranger这边 你两位再给我们开招啊 开招过来打我们 我们这边看 Oranger的视角 好 直接小龙重招 也不送钱 Oranger的视角的话 这边还是比较开阔 这个眼位做的也是有点刁钻 这个眼位好像一般 它只是随便插 一般会插到这里 好 辅助的等级现在是24分钟才7级 看一下总体的等级吧 7级8级 那边两个辅助是双9级 联金现在等级不是很高 但是打到僵持去的话 联金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就是不管怎么僵持 就是我压着你这种僵持的话 我打钱也很快 现在主要是打钱的地盘都是Oranger的 说实话 Oranger在下路对方也去 没有怎么控制视野 但是现在他们就是抱着团一起走 他们不怕撞到人 这个蚂蚁是能看见的 戴宝石了 戴宝石在拍眼 藏住了 藏住了 这又到了 又要秒蚂蚁 直接被秒掉 宝石也交了 这又是做出了羊刀 这个眼是勾引蚂蚁的吧 哎 帕皮离路了 他是捡了宝石以后 TP走 TP走 TP回家了 宝石呢 宝石在那个 在家里 在家里 但是蚂蚁又挂了一次 然后又掉了一座塔 对 现在还是Oranger一路在席卷 是啊 这个 为什么感觉前中 前前期一开始的这个 就是 数据也根本就没有拉开 尾优系吗 对啊 这个尾优怎么被打成真优势了 又是死里被弄中间 又是 X-Ding 嗯 X-Ding这是要出A帐的节奏 这个塔又被 又被Oranger拔掉了 现在哪位是完全找不到节奏 龙琪是在BKB之后是出引刀 现在地图上又是一片黑暗 只有这里有一个眼 看一下两边的总体的装备的情况 蚂蚁是BKB之后补了一个宝石 现在又活了以后又买了一个宝石 这样他的经济很瘦这个拖延 然后金弓棒的速度也很慢 这个宝石就是他们抢回来的 啊就是他们抢回来对 然后对面的话炼金是引刀 然后这个再出BKB 这边是有一波开悟 对面的话先知是引刀杨刀 刚才那波杨刀也是非常漂亮 然后潮汐的话 还是梅肯之后没有做更多的装备 现在应该是想要去出挑战转笛子 打的出装都太实用了一点 就直接引刀然后杨刀 一点也不啰嗦 就是小组赛你看着是一种比赛 淘汰赛立马就是感觉 感觉怎么稳怎么打 怎么怎么快 一开始是武侠片 现在立刻变成一个战争片 对 现在真的是用几个几个说法 可以形容就是打到正在的时候 啊 筷子真的很重要 就是节奏一定要快 对 一定要整场都是自己的节奏 这样才有可能赢得比赛 其实有很多网友也在看了小组赛比赛以后 做出自己的一些分析点 且不说那些帖子说的是否够专业 但是大家也都得出一个共同结论 就是现在刀塔尔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对 所以中国队以前那种就是四宝一拖几十分钟那种打法 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好 对 现在是在完全的视野范圈 哎小组赛看到了一个位置 有蚂蚁看一眼 但是楼山已经没了 楼山就打掉了 哪的 这样一箭的射到谁 哎死灵龙的小龙是帮爸爸挡了一下 又重招了 你要不要这么奢侈啊 又重招了 你要不要这么奢侈啊 他死灵龙的繁殖能力是超强的 他做一下不就好了吗 你干嘛要重招啊 做出来的不新鲜 做出来的不新鲜 不新鲜 可能看不下离开高地还稍微有一段时间 所以也不用交集了 现在的话龙骑跟蚂蚁的话也是分别做出了BKD 跟这个龙骑也是引刀 其实我单纯的感觉 所以说飞高地的话还是觉得不够稳 所以想缓一缓 对 因为现在是炼金刷钱的一个大好时机 就是优势扩张 然后扩张成一个到点的一个装备 装备优势嘛 装备优势的话还不是那么的明显 是 推高的时候还是需要炼金上速高的 对 他们现在没有什么好的 潮西刚才看到他身上是2800块吗 对 2800 哎他下一步没有 如果要补这个第一次的话应该差不多也够了啊 差不多 可以补了 但是他应该还是想要出更有用的道具吧 嗯 现在的话也无所谓 他他他更新什么道具 现在对现在的局面不是太有影响 好 一波 没有去 这一波 过多的纠缠直接推下路 看一下这一波怎么处理啊 带盾的 这一波还没有回来啊 人还没有回来 但因为这一波是 人出来的是非常快的 就是他们同事说 这边龙骑 消耗 这一波消耗是直接站到了高地上 看这里要不要往后退一点 一键 给到了小强 但是有个反晕 反晕了一下 后面也是吃了伤害的 主要是先进上来硬钢开塔 有盾 怎么解 开了一个塔房 能力这边的脆皮们也是没有办法上前 只要上前就是一个先手 走了吗 还是要打一个阳撤 没有没有 真撤了 因为上路兵线也不太好 然后让先知先去带一下兵线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这个应该不会走的 跳到了 潮汐还是出了跳 是 感觉在这种推高地的时候 潮汐有跳的话 可以跃塔后去定位 然后秒人 对 按照他们现在的局势 上了一波 高地感觉了一波以后 应该是可以跳上去秒张游 他们现在是在等一个CD 打算打一波 还是要出来打 哪位选择出来打吗 我觉得出来打应该是 应该完全打不赢 可能是奖霞 有人被留了 有人被留了 是 是 是小鸟被杀了吗 是 是信使 信使被杀了 信使被杀了 潮汐的跳拿到了吗 被包围了 被包围了 这边今天讲后来的 开了BKB 开了BKB 中间 这两个BKB数数非常的高 一个大招 潮汐反大没有大招 那两个主力 对 开了BKB还是可以打 卫星现在叔叔很牛 两个大哥还在 链金和潮汐现在是场上的 阻力 先知买活飞过来 卫星买活 先知买活 反哺自己 自杀了 一个全阳 阳当阳座 直接秒杀掉 - 练琪有盾,练琪有盾,练琪是有盾的,应该问题不大,这波还是Orenji打赢了。- 这是没有办法,打6条命怎么打,是一个3,是2,2.5,换了5个。- 这边现在已经全黑全体复活,蚂蚁是买活了,蚂蚁买活,龙骑的话是没有钱买活的。- 这波Orenji又赚大了。 - 这波练琪打完以后,升上了3,800块,可以更新。- 刚才应该说,已经是Navi全场打得最好的一次团了。- 他们的阵型是约念了,很久包围了对方,先杀了杏矢,再包围对方,然后两个BKB是把对方两个酱油先切掉。- 然后潮汐的反大其实没有带到他们两个阻力。- 对,QXY的话那一下也是蛮关键的。- 他那个大招是帮助队友是杀掉了POM和POM和POM。 - 那个小拿加,那个大招还是大刀了两个人。- 因为这个BKB的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 是。- 所以现在潮汐也是比较难发挥。- 但是反过来说,那两个大哥拿链金这个,这边的大哥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对,因为链金刚才是有盾,他们不敢先切链金。- 他们刚才是先切掉了小强和死灵飞龙和这个先知,然后先知买活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有像盾什么样的。- 他们先切掉了小强和死灵飞龙和这个先知,然后先知买活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有像盾什么样的。- 他们先切掉了小强和死灵 - 还早还早。- 还要5分多钟。- 自然的先知,先知在国际邀请赛中,每分钟金钱的最高记录由ORANGE的牧师达成678。- 从会刷钱的那个先知。- 刷钱王。- 他也是不出点金啊,不出点金。- 没有,他是出点金的。- 对,以前出点金的。- 你不出点金刷不到678这个数据。- 不过他戒指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啊。- 就是引刀之后直接洋刀,就是洋刀女最关键的力。- 这盘是OHIO的先知,这盘不是牧师的先知。- 这盘不是牧师的先知。- 这盘不是牧师的先 - 还有这把,他是要出雷锤吗?- 还是。- 暗面。- 不好说,他现在出暗面的话,打龙鞋会非常的快,然后也可以配合自己的多种减甲。- 减甲流,减甲流。- 对,一个减甲,两个减甲,然后三个减甲。- 是。- 再加他的话就四个减甲。- 然后这边还可以再出个强袭,就是五个减甲。- 选择出的是比克币,还是保守装。- 这个减甲剪得很吓人。- 它现在是减了三个减甲。- 前知没有减甲。- 前知没有减甲。 - 以后续出暗面,出了BKB。- 它是BKB出了,那现在的话也是四个减甲。- 一个减甲,两个减甲,三个减甲,然后马上这个也出了,四个减甲。- 这个减5点,然后这个减6点。- 其实刚刚觉得NV那一波开物让后的话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办法了。- 好的,这边是继续攻下,而那边NV刚刚推出去一点,又被迫要UBEN TV回来了。- 已经在往回走。- 已经在往回走。- 已经在往回走。 想到外面去找一点机会 但是现在 对方一直抱团抱得很紧 根本就没有给他们抓单的机会 其实两位这种东西应该说抓单还是蛮厉害的 他们现在抓的话就只能抓先知 因为现在一个人去代现的就只有先知一个 我们看练金始终是跟队友在一块的 然后打打野什么的是吧 对他这个钱来得也很快 反正我有贪婪 我也不需要就是像先知补得这么勤 对 所以说先知的话 现在真的是第二手这个先知选的相当的好 而那边我们可以看到 Navi是被压缩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 他们是不敢过河道去代现的 这个位置是要等人出来收线吗 好像是 蛮奇怪的 Orient这边其实比起来很好推进的这种 他们居然把推进打出了 对 这个这种其实 也就先知的小数人跟推进有点关系 这样的潮汐的大招 对 主要是Navi的这个阵容有点脆皮 然后抱团整齐打不过 我这个眼放的完全是保护了下落 又是直接上高地 后面是一群幻象 这边是开了坦房 这样又是一波从 要等胖姆先射一箭 胖姆先开了大招 走过来 隐身接近 一箭 射到了小强 小强跳大的 但是两个PKP是完全一起开车 又是先打先知 先知看了PKP 先知把自己跟 把自己跟对手全部框在了一起 是 蛇姆 没有起的输出 蚂蚁已经死了 没有没有没有 感觉是像我 这一波直接死了三个 两个大哥都结鬼了 直接GG了 就是我陪你一起死 但是你必须要死的 对 这就是用了一个 GG 恭喜Rage拿下第一局 好的 那今天在西雅图音乐厅进行的 本届TI3的淘汰的阶段 第一场的胜者组的比赛 第一局 我们看到是 ORANGE 以1比0拿下来 而且整场比赛 他们是没有 从1起开始就掌握主动 没有落后果 赢得非常的漂亮 是 虽然说从中间就算人头多一点 但是从中路的等级啊 包括下路蚂蚁的补刀啊 蚂蚁的等级来看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 哪位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 甚至说是 呃数据是比那个 ORANGE要好看 好 欢迎大家 15分钟以前 谢谢Tobi 谢谢王哥 祝贺 Origin 取得了第一场 他们已经领先了一场了 如果他们赢人的话 就会必然会有前六 大家相信 这个流连完全 非常 非常出现的感觉 就好像我 我这一场比较大 我这一场比较大 他们想要在前期就打 打本Navi 但是其实Navi前期 取得有点诱识 但是Navi想要打出的东西 他们并没有打出 他们想要所想要打出的东西 我非常敬讶 我的Fantasy team 非常开心 Visage has been the most picked hero of TI3 我觉得Visage 死灵龙的作用非常大 他的那个 两个 两个用手 作用非常大 运营和高伤害 Navi的combo不够 然后他们非常依待BKB 因为对方有潮汐的大招 然后我们非常惊讶 为什么他们会让 Alchemist 让炼金选择 他们竟然能够让 Oranjer这样的队伍 在最后选择炼金 这个是觉得他们 不应该做的事情 Navi几乎打不了 因为对面有 又有拥兽 又有炼金的物 I felt that was really whenNavi started struggling a lot Yeah Oranjer just kept on improving the item lead 然后至少 洛杉内战是关键战业 输了以后 然后橘子就一直 经济上压制 然后最后 让Navi曼西死亡 然后第一把就感觉 Navi选择有问题 他们打又打不了 然后推又退不了 然后康姆又接不上 然后他们又有双截甲 有炼金的双物 还有死灵龙的截甲 我觉得橘子的 团转非常厉害 当然有 关键是超级大招 主要是肉杉内战 确实是让我们会看一下 这个草西大招 所以让我们看看这个草西大招 这个大招 然后Dandy被打住了以后 然后直接秒掉 然后Pobi又被打掉 然后Pobi又被打掉 然后Kurok 然后Kurok 几乎就无法被反映 來看一下納加的大招跟潮汐的大招,他們的就非常的有不同 必須要有更好的組合,但是納加的大招他放出來以後,像最好有DS這樣的支持,但是納比沒有選這樣的英雄,所以還是有一點失敗 潮汐在這一個比賽中非常亮,他殺了9個就死了一次,在大概三、四次大群戰的時候,他都已經抓到至少三個英雄 所以打螞蟻的時候,潮汐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如果你在螞蟻要跑的時候,潮汐的大招能夠讓螞蟻跑不了 Dandy給他分配了龍蟻,這個英雄對於Dandy來說並不是非常好的英雄 因為Dandy他不是那種一直在推塔的英雄,也不是一直在farm的英雄,他應該是作為一個gank的英雄 他沒有在這場比賽中,沒有發揮Dandy的用處,我們昨天也談過這個事情 我們昨天也談過這個事情,當他有他的智慧的英雄,或英雄像T.A.和Putch Putch,特別是我們我們看到他的Putch對LGD,Dandy不太適合那些 最好是Gank的英雄,他們的選人選的這盤不太好,就不適合Dandy來打 雖然龍蟻是一個中丹影雄,但是對於Dandy來說,這個英雄不是特別好 Puppies, Chen, and Enchantress,也沒有來選 Navi banned了Santa King,殺王,但是Orange也還是有很多的機會打群戰 在剛三的路,Orange的輔助非常有效,非常有效率,像比如說小強 在Navi這一邊,因為可能得到的金錢支持比較少,他的輔助沒有很好的出裝的機會,到最後結束都沒有能出到賣,美肯 像Orange非常願意打群戰,希望能夠戰鬥,就是有衝突,但是Navi應該去盡量補充多 尽量避免這樣的戰鬥,而Orange是非常有侵略性的,而且非常激進,他打得很兇 所以Navi應該要避免這樣的情況,每一個Navi的選手都非常的厲害,所以怪人的水平很強 但是,對於在...Orange的那些...侵略性這麼強的情況下,他應該選擇的往後退 像...像...痛苦之源,他的血緣睡得非常的及時,可是...他應該可以提供很強的傷害,但是他經常在戰鬥中他就沒有魔了,他就可能雙倍 被...被碾壓得太厲害,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亮點 第一次是Havos被抓 主要是因為...然後...然後...那加一個大招,然後Papi再把那個金拿到以後TP回家 這波非常險,否則的話就全部丟失了 但是還是損失了一個塔 但是還是損失了一個塔 我覺得Navi最不好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他們沒有說用這個金來...用那個寶石來去...去...蹲那個...對面的小牆 他們還是...對面想打團,他就跟著打團 有一把...就下面有一場團戰的時候 Navi雖然說兩邊包抄 但是...好像看上去...佔了很大優勢 但是最後...還是依靠先知的買活 加上一些...像一個洛杉頓,所以打了回來 我們來談談了Havos吧 他打了螞蟻 他一開始的時候非常順 舞蹈非常多 但是... 螞蟻的時候應該需要有一些... 推線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Havos能夠成功的利用螞蟻前期的Farm的優勢去... 中期進行一些牽制和代線 他沒有林肯 他只有BKB 然後就是...對面...出了羊刀以後你就很難對付了 在中期戰鬥的時候很多都依靠著他的那個潮溪的大招 然後Havos也做不了什麼東西 因為...你衝進去沒有BKB的話 一個大招的話...沒有任何輸出 但是他們還是...BKB沒有特別慢 但是還是... 最後輸出不是很高 牧師是這次比賽中死的 在ORANGE那邊死的最多的 他吸收了很多傷害 然後...但是... 其實主要的輸出並不是牧師 其實是死靈龍 死靈龍的二技能...三四秒一個C 讓Navi很難受 然後ORANGE這次可能應該會半掉層 第二輸半掉層 Puppy的話...一般來說只能...只會玩城河 也不是說...最主要是玩城河小路 但是他們半掉了城河小路以後 但是X-TING他也玩城 但是他也會玩死靈龍 橘子可以...橘子帶線非常強大 因為畢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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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知 然後團戰也很厲害 主要是潮汐的大招 他們就是說能推能帶能刷又能打架 中期抱團非常厲害 然後或者直接抱團打架推塔 我覺得主要輸的原因就是... 就是Navi這個選人有問題 我覺得Navi如果下一把能把選人選好的話 機會還是很大 好,那我們看看下一場 如果橘子下一場贏了的話 他們就保證最差最差 將會達到本界的前六 我想要讓你們預測一下... 會怎麼樣 下一場 我覺得還是Navi贏吧 我之前預測是Navi贏 但是我現在覺得可能還是R比1吧 在這遊戲 但是我仍然是向Navi贏 我...我雖然很喜歡Navi 我覺得Navi會走得... 我覺得...我雖然很喜歡OrigOrigOrig走得遠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場仍然是Navi贏 如果給Dandy不要選像龍騎這樣的... 偏刷...偏...偏推打的英雄的話 更靈活的英雄的話 Navi幾乎還是很大 那我們看第二場吧 大家看一眼 我們他們也看一眼 是一個最好的一碗